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中日韩三国的新闻 首先啊,要跟大家讲的是啊,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事件啊 这个事件简单跟大家来评价 那就是,这个事件将会让日本与韩国一起现原形 今天还会跟大家聊一聊啊 中国对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的一个反应 然后咱们看清楚来了中国的这个反应 大家就会明白,日本韩国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为什么一个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事件会让日本与韩国现原形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个事情啊 我相信啊,很多都是中国的同学啊 都想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去干 我相信很多的同学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顶着那么大的压力 一定要干这种 全世界都会围着他骂的一件事啊 对不对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日本人要现原形啊 我相信啊,很多同学认为啊 你日本不排放这个核污染水 你花钱就能解决的一个事情 你为什么不就花点钱把它解决了呀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一句话 那就是啊,能够依靠着花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 能够靠花钱解决的问题 那都是小问题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可是日本人他不懂啊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日本人不明白的呀 日本人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个核污染水排海呢 如果那个核污染水安全无害 你别说让日本人把它喝了 你工业用水行不行 为什么连工业农业用水 你都不用的一个玩意儿 你跟我说它是安全的 而且满世界宣传你有多安全 你要多安全就有多安全呢 对不对 你会你你真的是不安全 你要再多建点那种存储罐 你再多放个几年 对不对 花点钱 不丢人 对不对 花点钱真不丢人 你这样做事真的是让人恶心 对不对 扑以恶心 太恶心了 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同学 根本就想不明白 那日本人肯定背后藏着一个阴招 他要害人 大家就会这样去猜测他 但是我跟各位讲 没那么多阴招 日本人为什么他不愿意啊 好好的处理这个事件 就把这个水往大海里面一排聊事 他为什么 其实就是日本人的性格 他不负责任 日本多少年啊 以来他打造的形象啊 那个是啊 这个礼貌 对不对 温文尔雅 他又有礼貌啊 而且还有什么工匠的精神 对不对 中国国内的各种工之啊 一宣传就是啊 日本啊 工匠的精神不得了了 对不对 这个之神 那个之神啊 各种神啊 日本什么寿司的神 对不对 啊 种大米的神啊 跟这个猴子玩的神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神 日本哇 到处都是神 就宣传的这个形象 特别的好 可是呢 日本人本质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就是不愿意负责任 而且他不愿意正视问题 大家如果对于日本的文化 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不愿意正视问题 很多同学都知道 日本人说话暧昧 我跟大家评价过 也评价过很多回啊 就日本人的那个暧昧 其实就是在逃避责任 他不愿意负责任 对不对 他对于自己有利的事情 他绝对不跟你暧昧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啊 我日本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我日本是啊 这个世界上唯一受到核武器打击的国家 你看他说的多痛快 日本人会给你暧昧吗 会在这种问题上给你绕圈吗 啊 他是个和平的国家 他给你绕圈吗 啊 他给你绕圈 他给你这样表达啊 我日本最喜欢大家不要打打杀杀 对不对 大家要要啊 呃 这个平心静气 好好沟通 我们只做生意 不开 你看日本人这样跟你说话吗 他说的多直接啊 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对不对 占便宜的事 人家特别直白 然后要负责任的事 人家就啊 开始跟你绕了 日本人就这种性格 他打造了那么啊 工匠精神 这个神 那个神 没有用的啊 干净我礼貌 对不对 到最后 显圆形了吧 为什么跟大家讲 日本人排放这个核污染水 是因为日本人不愿意直面问题 大家想要日本人有多少件事 他不愿意直面 只要让他负责任的事 哪件事 你看日本人给你直面对待 对不对 包含啊 这个这个排放核污染水的这个主体 东京电力 他在处理这个福岛的这个核电厂 这个问题上 刚开始那叫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啊 刚开始连新闻都不给你报 有消息不给你提 对不对 明明可以早点处理 早点解决这个问题 不假装看不见 他不直视 不正视这个问题 对不对 谁出来负责任了 嗯 对不对 包含啊 二战的侵华史 二战的对于其他国家的侵略史 日本人正视吗 按照很多的同学 我相信啊 都没法理解 你道个歉 你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再做点负责任的态度 谁还顶着你说 不他就不道歉 对不对 我相信啊 很多的啊 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一些同学 根本就没办法理解 你道歉嘛 把中国人还把你杀了不成功 就不道歉 历史事实在那摆着 南京大屠杀 对不对 在那摆着这些事 死活不道歉 为安妇 到现在为止 还在玩暧昧的 就不承认 对不对 这不就是日本人的性格吗 他负责任吗 啊 他正视问题吗 他解决这些问题吗 没有一 没有一丁脸正视问题的能力 没有一点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就是日本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就行了 小人国家呀 对不对 简单来说 就是真的是小人的 他把他自己打扮 打扮的再高级 对不对 再有礼貌 那都是表面一层皮 扒开这层皮 看里面 他宁愿伤害别人 他也不伤害自己 宁愿坑死别人 对不对 他也不坑自己 哪怕他自己 为这件事稍微负一点责 只不过啊 面子上挂不住了 要跟人道歉 要跟人说对不起 对不对 要做点负责人的态度 就不 对不对 哪怕伤害你 他也不敢 这叫 这叫什么正人君子啊 这是不是小人呢 同学们大家发现没有啊 是不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日本的排放 核污染水这个事件让日本现原形 其实啊 大家别担心啊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个事情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 有的日本人好受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掌说 咱们啊 晚点会跟大家聊 王毅啊 说日韩的一些话呀 之前 我相信同学啊 也看到过 我也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也就是啊 那个鼻子羞在尖 头发染在黄 你也不是外国人 对不对 你也不是西方人 然后他把王毅讲这个话 以及啊 中国的外交部最近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个事件 其实都已经证明了 日本人你现原形吧 对不对 我就让你选原形 现完原形之后 我收拾你的时候 我才能下重手 你天天给我假装和平国家 假装你温温而养 假装你有礼貌 对不对 假装你磕磕唧唧又干净 对不对 假装你啊 做事认真 工匠精神 我还真没办法对你下重手 又让你现了原形之后 对你下重心 没人同情 对不对 你打一个有礼貌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充满了知识的 做事认真的一个小伙子 对不对 旁边人都看不过眼 你欺负人 小伙子人不错 又客气 做事又认真 你别欺负他 对不对 假如说你做一个啊 就地痞无赖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永远伤害别人 然后的话自己也不负责任 自己做错了事啊 那也不正视 也不解决 也不道歉 对不对 然后宁愿伤害别人 自己也不能道歉 自己说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啊 自己花点钱就能解决的事 不解决 宁愿害死别人 所以你收拾这种地痞无赖的时候 没人同情啊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聊韩国呀 韩国最近啊 然后的话 在这个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这个事件啊 然后的话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对不对 聊韩国就要聊到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最近啊 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现的知无耻啊 虽然说有些东西说啊 韩国有些啊 小媒体出来说那是啊 那个那个原子能机构啊 拿钱了 如何如何的 这个事情啊 我没法作证啊 我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我也不这样去说它 但是咱们就直接讲国际原子能机构啊 对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个这个评价 他认为啊 他日本的这个方案啊 是可以通过的 在日本的排放核污染水的方案可以通过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大家想想这句话什么意思 很简单 这个意思就是方案通过 你写了纸 白纸黑字 一个方案 你本质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啊 这样来讲呢 我解释一句话 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说这个方案啊 我告诉大家啊 然后别说啊 国际原子能啊 他那个机构会通过 你听见你也通过 对不对 我跟大家写一段话啊 我啊 日本啊 我接下来将会啊 把那个核污染水保存起来 然后呢 放了好多年 对不对 那个那个那个放射性物质已经衰减了啊 衰减 我测好了 测好了 这些物质啊 没有放射性了 然后呢 我把它排放大海 我用什么什么设备排放大海 对不对 而且排放到深海 然后保证对于大家无害 这是方案 对不对 我这样写不就行了吗 我有那个什么存储罐 我让那个放射性物质衰减 衰减完成之后 我测试啊 没有是没有放射性了 我再排放大海 这个方案 你让谁谁不通过呀 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你存的那点水还没衰减呢 你就开始排放大海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吧 国际原子能机构说的那些话就是让人不耻 但是的话 不管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 大家还看到了什么 还看到就是日本政府你肯定在背后有些动作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这些动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不可能为了你承担啊 那个信用丧失的代价吧 对不对 国际原子能机构啊 能为了一个日本 你一个排放核污染水事件 让大家都指责 你没有专业 专业性啊 对不对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那点存储瓦尔的水 好多国家都测过 对不对 有些啊 超标几千倍几万倍的都有 你跟我说排放核污染水 这事可行 对不对 难不成那其他的国家去日本测了 那个结果是啊 假的吗 所以说损失的是谁的信用啊 但是不管损失的谁的信用 大家都会看到 日本政府你在干嘛 嗯 对不对 你开始作弊了啊 你开始作弊了 对不对 你作弊了 这是一点 还有另外几点呢 其实啊 有些时候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就是说不愿意跟大家聊一些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没意思 可是呢 哪怕一个核污染水事件 大家发现最近 就是这种政府级别的开始玩小道消息了 比如说啊 就关于那个那个啊 中国啊 中国的核电站 那个核废水 核废水 对不对 冷却水嘛 然后的话 那个只要使用核电发电 那个中心那个机器啊 你起码你得用水来冷却嘛 中国排放那个冷却水 然后的话 那个川啊 那个绝对是高于我日本的那个 那个核污染水的啊 这个川 你你你高于我 这个日本的核污染水 你都排放大海 你好坏 其实这个事情啊 就是典型的那种 都是传说一样的一些东西 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 为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这用不着跟日本人吵 也用不着跟韩国人吵 为什么 这特别的简单 就是大家都是核电站 对不对 你你你核电站 然后都需要用水来冷却 对吧 中国的核电站啊 那个一 那个中间有那个核发热嘛 然后的话发电啊 有热 然后用水来冷却 这些冷却水排放大海 对不对 对吧 日本的那个福岛那个核电站 是什么情况呢 那这个情况就是当初发生了地震 对不对 你没处理好 结果呢 然后的话 那个啊 你那个那个发电的那个中间 那个核 那个核 对不对 热度啊 太热了 把外壳烫漏了 烫漏了 结果呢 因为当时发生地震 你没有啊 正常的冷却水进来 没有正常的冷却水来冷却 你日本当时就用了海水来冷却 对不对 海水冷却呢 哎就会出现一个结果 那些海水直接与你的那个核废料或者核发电的那些物质吧 然后直接结合 然后的话 感污染了这些水之后呢 你现在告诉我说 你那个水直接跟那些啊核物质直接接触的水 跟冷却的水 你比冷却的水还干净 大家都是啊 大家都是核电厂 都是一样的东西 中间是核两边是水周围是水对吧 中间是核两边是水冷却的 然后的话我中国这个中间没坏啊 对不对 中间没坏 我只是冷却他呀 你那个呢 你是中间坏掉了 你中间的核和和那那那些啊那些废料啊 或者那些发掉的发电的那些原物料 对不对 然后呢 跟水直接接触 你跟我说你那水比我干净 这你不用着用不着你有多深的科学的啊 一个知识 用不着你多懂核电站 你只要懂这种常识 你都会觉得这种东西可笑 对不对 可是就算是这种东西 这种政府级别的韩国政府啊 日本政府多多少都在提 对不对 什么穿的这个含量啊 这个中国的核电厂的穿的这个 这个冷却水的这个穿的含量啊 多高多高超过我日本的 怎么怎么样 政府级别在说这个话 现原型吧 含着那句话现原型吧 用不着你有科学知识 用不着你懂核电站 你懂常识 你都明白 他说那个话叫什么 叫扯蛋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那好 那刚才跟大家讲了 日本人现原型 对不对 你不负责任 你在这里边撒谎 你有小动作 对不对 然后韩国这边呢 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嘛 韩国的原子能机构 直接嗯 也带政府宣布 带韩国政府宣布 啊 这个日本的核 核排放这个计划 没有任何的问题 国际原子能啊 机构都已经说了 他这个方案没问题 所以他没问题 啊 对不对 总而言之 没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 刚才跟大家讲了 韩国也会现原型 为什么呢 韩国人 百分之七十多的人 不同意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放计划 你不管怎么说 对不对 你不管用那种小道消息 什么中国的核电站如何如何了 你不用不要用这种消息 大家都有思考能力 稍微想想 都知道你那玩意儿安全不安全 就跟大家都知道啊 曾经的那一句话一样 如果你的水足够安全 你自己喝了呀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可以不喝 你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 你用啊 你为什么不用呢 对不对 你不是安全吗 你不是啊 各种指标的超级优秀吗 这是一个非常常识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让韩国人 百分之七十多的人不相信 可是韩国的政府 他说可以通过 而且这些消息 大家知道有多着急吗 昨天的时候 国际原子能机构啊 通过了这个方案 让今天日本与韩国的政府同时 对韩国是 韩国是那个韩国的那个国际啊 韩国的原子能机构 自己出来发布啊 没问题了 日本是那个啊 这个日本的这个原子能机构 与让日本与东京电力啊 同意了 你排放核污染水吧 就开始演这种戏 刚才跟大家讲 韩国会现原型 现什么原型 亲日的原型吗 这个说好听的是亲日啊 说难听了就是 当年啊 手上沾血的配合日本殖民折衣 这这个韩奸的后代们 都被现原型了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 为什么啊 韩国的政府那么的着急 要配合日本人 哪怕百分之七十多的韩国人 都不乐于见到这种啊 核污染水排海的计划 结果韩国政府顶着那么大的压力 还要硬顶 对不对 为什么 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日本人得撑住啊 日本人如果撑不住 啊低头了 那日本未来 如果再因为历史问题 向中国低头 那韩国 那就我们这些 韩奸的后代们 怎么办 那不就面临清洗了吗 韩国的在野党 那那么眼巴巴的瞪着我们呢 我们的是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韩国的执政党 都是财阀 军队体系啊 公务员体系 警察体系 原来配合日本殖民 殖民者的这些体系的后人们 然后的话我们是这这这些人的后代 那可怎么办 对不对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就行了 我认知吧 大家都在悬原形 韩国的执政党悬原形 也能够让韩国人 韩国人民看到一个现象 那就是好嘛 你为了配合日本人 你想要跟日本人搞好关系 你连这个你都能过呀 对不对 你连这都能通过 当然了还有别的事 比如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旗 又来到了韩国的港口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各种各样神奇的事 他都在做 你越做 到最后 大家中国的同学不用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会付出代价 韩国国内的党争嘛 之前跟大家讲过 韩国国内的党争的传统 那都是带血的 对不对 尤其是韩国的执政党 玩的越狠 为了自己啊 这个执政党 韩国的右翼啊 韩国的右翼 这帮势力 为了他们的生存 玩的越狠 韩国的在野党 同样也会越狠啊 这就是螺旋仇恨啊 一直在上升啊 这个东西啊 没办法往下去掉啊 你玩的狠 我玩的要比你更狠 这就是韩国的党争 而且他基因里面 带着的带着的就是啊 要弄死你全家 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呢 你越现原形 你玩的越狠 那你韩国国内另外一方的势力 他对于你的反制的力量就会越提升 咱们等着看就行了 不过今天最开始跟大家聊啊 那中国还有新闻呢 对不对 王毅讲的这些话 以及啊 中国的外交部啊 对于日韩 对于日本 然后的一些啊 新的一些喊话 可以让大家看到 日本和韩国的未来 让大家看一看啊 韩国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日本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刚才跟大家讲了 日本是小人 韩国呢 你 你各位想一想 韩国的这些执政者 韩国的右翼 韩国的这个右翼的这个政党 国民力量党 尹薛 他们这些人 刚才跟大家讲了 是原来日韩国 韩国配合日本殖民者 殖民朝鲜半岛的 这些财阀 军队 警察 财阀 然后公园体系的这些后代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存 为了不被在野党给清洗 他现在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哪怕百分之七十多的韩国人 反对日本排海的计划 他也同意 这是什么 大家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也会让韩国显原型 大家想想这是什么 原来大家对于韩国的印象是什么 原来大家印象 民族主义 韩国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韩国人 为了这个对抗日本 怎么着都行 对不对 民族主义 要面子 自强 自大 特别自大 我韩国宇宙的中心 你原来对他的印象是这样 可是你现在看到他的 看到他的形象是什么呢 还是世大主义的那个小毛毛虫 对 也是一样 小人嘛 为了自己的啊 这一群体的这个生存 哪怕出卖韩国的利益 百分之七十多 韩国人不同意的事情 他也要做 对不对 一般老百姓 一般韩国老百姓的这个想法 不重要 他所谓的民主自由去哪了 没有了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还是那个世大主义的小毛毛虫 还是韩奸 同样也是小人 所以说今天最开始就跟大家讲 日本和韩国的这些新闻 都会让日本韩国陷缘形 一个核污染水事件 让两个国家陷缘形 一个原来湾湾尔牙有礼貌 一个啊 自大狂 对不对 民族主义 结果呢 你真实因为一个事件一看 好嘛 一个是小骗子 对不对 一个不负责任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一个小骗子 另外一个还是韩奸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拿一般的老百姓的想法 不当一回事的那种韩奸 都是小人 那讲到这的时候 那就要跟大家讲 中国相关于中国的新闻了 最开始跟大家讲 中国会让日本韩国付出代价 那中国如何让日本韩国付出代价 咱们先看外交部的这个讲法啊 外交部提醒日方 富水难收 疑惑无穷 其实我跟大家讲这八个字就行了 我不用讲 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 王文斌啊 到底都讲那些 就跟大家讲 这富水难收 疑惑无穷 看似在评价 这个福岛的这个核污染水啊 往外去排的事 富水难收嘛 但是本质上 你按照中国的文化来讲 咱们这句话可以解释成为 这件事 如果你做了 未来对于你来说 疑惑无穷 我肯定要收拾你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好话跟你说尽了 我劝你 比如说王毅 对不对 王毅最近啊 那套讲话 引发啊 很多的 海外的一些特别可爱的网友啊 不开心 但是王毅讲这话有毛病吗 你头发染袋黄 你鼻子羞在间 你就是西方人了 对不对 这话说白了吧 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难不成啊 非得说你头发长黄了 鼻子羞尖了 你肯定就是西方人 不以谁信呢 对不对 王毅只不过说了一个很简单的话 结果那些很可爱 王毅 受不了 心痛 要死了 对不对 我头发染黄 我就是西方人 就是就是 你爱是哪人 是哪人 你想干嘛 你干嘛 但是总而言之 王毅讲的这些话 之前我跟大家评价过 叫什么 叫苦口婆心 为什么 包含这个外交部讲这些话 都是苦口婆心 为什么叫苦口婆心呢 因为我在提醒你 对不对 你小心对于你这个国家 未来疑惑无穷 对不对 然后到未来 我肯定会收拾你 这些跟大家讲过 咱们这边外交方面 跟日本跟韩国 那讲了非常多的 什么依依带水呀 友好的邻邦啊 对不对 咱们是邻国呀 这些话 这背后的意思都很恐怖的 对不对 你离不开我了 你离我很近 未来 对不对 哪天那稍微有点不对付 然后我肯定要弄死你 其实最开始跟大家讲 让日本韩国现原型 日本韩国还有另外一种原型 也就是二战时期的那个原型 二战时期的日本民族主义兴盛 对不对 然后的话侵略者的那种形象 到处去屠杀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干了一 干了不知道多少件坏事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就是日本人的原型 也就是军国主义 然后的话 这个韩国呢 那就配合军国主义的狗狗嘛 这两个原型如果再出现的话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中国的政策某种角度来看 就是逼你日本人变成军国主义的那个形象 那再结合韩国来说的话 也就是让日本再军国主义 韩国你再继续配合日本当那个走狗 那我中国这个时候收拾你起来 那就理所应当啊 对不对 那就是唯一 那就非常非常理所应当的一件事啊 所以说呢 日本韩国现原型 中国这边在苦口婆心 其实咱们讲坏一点啊 咱们讲坏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话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大家想想 如果说啊 咱们这边苦口婆心啊 真的是讲道理 你离你 你离我很近啊 你跟我关系好一点 对于你有好处 韩国你啊 这个对于你韩国经济有影响的500多项原材料 你90%多的程度都是依赖我中国 日本你的出口 我是你出口的最大的这个啊 贸易伙伴 我是你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韩国我也是你最大的贸易伙伴 跟我修复关系吧 对不对 按照常理来说 他要能听懂这个话 他改了 但是你想要弄死他 他能够听懂的话 你就不会听 你就不会提醒他了 对不对 他如果能听懂你的话 他能够改的话 如果你真想弄死他的话 你就不会苦口婆心啊 但是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日本韩国这两个国家的性格 能那么容易改吗 所以说咱们这边苦口婆心 原因从最坏里边去讲 那就是知道日本韩国不会改 你不会改 但是我前面已经说了 我苦口婆心都说了 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 但是等到你们哪天 比如说稍微有点军国主义的倾向 给我来点办点军国主义的事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日本韩国献原形 一个献回军国主义 那种无耻的原形 那种小人的形象 没办法处理问题 解决问题 没办法道歉那个形象 一个献献原形成为 军国主义走狗的那个形象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你们放弃掉温文尔雅 讲礼貌的形象 你们放弃掉了那种民族主义 那种自打狂的形象 结果又让人看回 你原来就是个走狗 你原来就是个军国主义的话 那到最后我收拾你的时候 那我我前面的话都讲完了 对不对 我收拾你的时候 我还我边打你 我还边能说 我早就提醒你了 我现在我早就给了你活路了 你不听找死的是你有病的是你 对不对 我这么一百年前 我几十年前我都提醒过你了 该说的话 我跟你讲了一百遍 你不听我弄你 你活该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中国为什么要苦口婆心的讲 因为知道日本韩国不会敢 日本韩国不会敢 就往军国主义那走 就往军国主义的走狗那走的话 你做出来伤害我事的时候 我边打你 我还边能说 你他妈自己不听的 这就是日本与韩国的未来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